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Varen Make 本期视频是和东大木工坊合作的一个交互项目 起因主要是我们在七峡园区的楼前面有一块非常大的草坪 然后大佬每次路过的时候呢 他就想在上面放上点什么东西 他觉得人家第一就是空在那可惜了 就是大佬不可以是大佬 我每次路过的时候 只想在天气和暖的时候在上面打个滚而已 话说回来就是有一天晚上他照常走的时候 就是感觉那天晚上有风有月亮 然后有对夜盲阵非常不友好的照明设备 所以就有了现在的这个项目 他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会用一根两米长的木棍去做树干 然后在上面加一个木片去做树叶 然后木片会根据风的摆动数据进入传感器 然后主控会根据传感器的数据去控制 木棍上面灯珠的亮面以及明暗 就是让风去做一个风的可视化 然后做这个项目我们需要一根木棍 然后木片 然后以及长度不一的木条去做它的底座 然后需要一个旋转角度传感器 电源控制电路还有灯条 其实做整个制作以及它的代码其实都不难 难的是我们要做16个 首先我们要制作风的主体和底座 这个就需要开槽打孔切割木块 我一开始以为有社团的同学来帮忙 所以我能拍到这样16个画面同时进行的壮观场景 但其实并没有 最后只有一 二 两位朋友 再加上被相机封印住的我 姑且就算个游魂吧 因为他们的制作过程实在是过于催眠了 我在拍的时候都处于一种灵魂出鞘的状态 我放两个片段让大家感受一下 让他们先切割一会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木工坊的介绍 这个叫方损机 它是打方孔的 它是打方孔的 你看 就这样它会打一个方孔 你把方孔粘起来 它就是一个槽了 这台它是那个木工上面的 木工上面的车床 它是要把一个木头 从前固定到尾固定起来之后 然后拿个刀在这边削 在这边钻起来 这边削 把它削成一个圆的 它可以打开一个激光 作为它的固度 这边也是很好的保护了手 然后这边可以压下去 不需要用手符比较安全 然后这边可以调角度 按下去之后抬起来 然后可以调角度 我们用到的机器不多 也确实是因为它们太先进了 我们不太会用 所以在座如果有认识了 也可以在弹幕中打出来 给我们科普一下 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隔壁有两位木工师傅 恨姐不成钢 说我们这些活他一天就做完了 并且愿意帮我们调试机器 但是因为我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所以痛失两元大将 然后物料都准备好了 让我们回到组装 中文字幕提供 无论不说我们这个霓虹bug风和之前的西卡文真的很想配 但是我们还是要挣扎一下变回都市清新风 我们活干得太快了 所以把东西搬上天台的时候 天还没黑效果看不出来 所以我们就从等风来变成了等天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